奔跑吧 的梗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陆寒还是里面的颜值担当 不过随着这档综艺不断的创新 还是留下了不少忠实的观众 到了如今奔跑吧 第十季也来到了观众们的身边 而且编剧还特地将录制的花絮放到了网上给大家欣赏 也许仅仅是路透 就不难看出那种英伦的气息 每一个嘉宾造型都是充满高级感的 而且看起来是那么的绅士 值得一提的是一档综艺想要走红 不仅仅有常驻嘉宾 很多飞行嘉宾也会随着一期又一期的播出 而出现在观众们的实现中 在路透的里面就有杏和秦潇贤 还有单衣唇和烧饼 不仅有歌手的存在 同时连说相声的都找了过来 一旦进入游戏环节相信也会带来无穷的欢乐 周深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 一手快制人口的大鱼让不少歌迷记住了这个声音犹如天类的男孩子 而且他的综艺感也有不少观众送出了认可 因此他成为了跑奔跑吧的常驻嘉宾后 也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可是飞行嘉宾也是备受期待 相较而言周深的综艺感甚至比不上他们 首先就是秦潇贤 可以说他就是个大火宝 尽管秦潇贤没有成为跑男团里面的常驻 可是秦潇贤出现在这档综艺节目的次数也有很多的 以前奔跑八黄河片出现的时候 秦潇贤就不止一次的来到过这个节目 而且他带来的笑点也是层出不穷 可以说在陈鹤和邓超离开后 唯一能够称得上搞笑担当的就要竖秦潇贤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季奔跑八黄河片 这一季的嘉宾在游戏环节不少带来了经典 也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游戏环节 可是在经典的优势 没有了原来的成员 也会让观众们感觉到枯燥无味 进行非以游戏的时刻 秦潇贤扮演一个听不见话的人 跟白鹿展开的互相报复 也算是给不少观众带来了欢乐 白鹿想要做一下非以 可是秦潇贤却假装自己 没有听明白导演到底在说些什么 就是要让白鹿放到水里面 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可是白鹿也不是一鱼之辈 直接用同样的方式反击回去 秦潇贤却不能保持淡定了 甚至紧张的表情都无法控制 随后来到强力交戏份 秦潇贤更是呈现的换了 在他人都戴上了眼罩 寻找出口在哪里的时刻 秦潇贤直接全场跑 甚至为了形象直接盖住了脸 就怕让交给粘住 可是秦潇贤还是太过瘦小 强力交粘住后根本无法挣脱 也是让观众啼笑皆非 请问下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下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